我辞职 是因为我的私人员 和许小姐的事没关系 我和许晗的女儿 已经七岁了 孩子因为母亲的离世 得了儿童抑郁症 还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失业 她已经七岁了 我都没有见过她 我好不容易找到她 她连一句爸爸都不能叫我 刚才我看见你的女儿在哭 我都很羡慕 我辞职 是因为我发现 我不适合当一名警察 更不适合当一名刑警 坚持自己的怀疑 寻找线索 追查到底 这种精神 我没有 比起真相 我更担心的是 我更担心的是 继续调查下去 会对我和我的家人 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所以你觉得 她不是意外溺水死吗 她不是 你当刑警这么多年 应该知道 意外溺水死亡的尸体 是什么样子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许家人已经把她的尸体 打捞了伤了 她的确是全身都湿透了 但 单从外表来看 她的口腔 鼻腔和衣服 都显得很干净 我说 意外溺水死亡 在口腔 鼻腔 还有衣服上 应该留我泥沙 或者别的服务生物 没错 至于肺部积水和肺部里 有没有别的藻类 和服务生物 我不清楚 那是法医的事情 但死者皮肤面部发红 这和意外溺水死亡不同 我怀疑 这不是第一死亡现场 外力导致的 血管暴力 这不是意外你这死亡 是窒息 我认为是这样 可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 比如说死者的脖子上 没有掐痕或者勒痕 而且 刑警和法医也排除了他杀